他們身上有這麼多閃亮的光芒 實在令人喜愛和尊重 動力的傳源 新生代偶像的魅力 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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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名人堂 歡迎大家來到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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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節目 今天很高興另一位嘉賓來到我們的電台 和大家見面 我說很高興 我又高興又害怕 我知道了 因為我都感受到我現在 其實我的心血是噗噗噗噗的跳 我訪問過很多嘉賓 但是我沒有試過這種心情 香港近期我想都有一段時間 有個節目叫《通靈之王》 深受很多朋友喜歡 在裡面其中一位參賽者 當時的參賽者 也有很好的成績 網民又喜歡 觀眾都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香港 會有個女巫出現呢 特別是女巫公主 非常之可愛的惠惠 Hello 女巫惠惠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為什麼你會知道自己有這種特殊的能力呢 其實在很小的時候 我已經是可以看到靈體和能量 當然小時候沒有知識到 原來是一件這樣的回事 是說去到小學的時候 真的跟同學分享自己眼中的世界是怎樣的時候 然後發現原來其他小朋友看到的東西不是這樣 那時候才開始知道 原來我平時看到人的不同顏色 看到可能街上有不同的能量體 停留在這裡 原來是自己才看到的 當時也有跟家人分享 但家人又沒有一些特別的 feedback 或者特別的東西跟我說 在這個時候 在那段時間是最發現到自己有這個能力存在的 我家人 尤其是我媽媽 其實都自己是擁有這個能力的 但是因為她自己 對於她來說 她不想接受的能力 所以其實她自己選擇了 是她年輕的時候 其實她都處理了 但是到 即使生了我出來之後 我弟妹妹 都有遺傳到這些東西 加上本身 我想是一個被選中的孩子 因為在我自己的名牌上面 其實很有趣的是 有很多內容的東西 都會說到 我本身跟這方面靈界的東西 是很有聯繫的 其實你有說過 你是四世的女模 即是其實你都知道自己 以前的經歷過 上一世之類的 那是怎樣知道的 是要你做了女模之後 要真的去學習一些 毛術的東西 才知道 了解到以前是怎樣 還是 其實一開始小時候 你都慢慢看到 之前的片段 知道自己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轉捩點 是去到我13歲的時候 我13歲的時候 都很以我們 是以我 但是是一個 整頂的東西 接觸了我第一套的 第一套的工具 塔羅牌 當時 我就是看到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我很想帶它回去 當時 沒有的 純粹拿到上手 覺得很熟悉 我覺得我懂得怎樣用它 找身邊的朋友 或者找不同的人 去幫他們 去占卜 這樣 發現裡面的東西 我自己是一個 沒有經過教學 然後我應該可以 用這個工具 當時在那段時期 其實是不斷做很多 很多不同的夢 而那些夢 就是和一些 我前世有關的夢 包括一些 我在女巫的過往世的 一些經歷 裡面 可能是我在那個年代 我的身份是什麼 我在那個年代 我的一些史跡 甚至那個年代 我是因為什麼事 離開了世界 這些都是 在當時 不斷有些夢境 去給了很多的訊號 那這些夢境 其實是碎片 但是在我的心裡 因為都是十三歲的時候 開始意識到 原來自己是有一樣 這樣的東西 難怪之 我可以見到能量 見到靈體 甚至拿到這些工具的時候 覺得是這麼熟悉 慢慢一直下去的時候 在我的修煉過程 將這些碎片 其實越來越整臭了 令到我自己更加清晰 自己是怎樣存在 當你自己發現這種感應力 或者超能力的時候 你怕不怕 而且這麼小年紀的時候 你還未認識這件事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那你的同學 那你的朋友 覺得你會不會 很怪異 排擠你 其實自己 有沒有很恐懼自己的能力 當時未知 覺得世界是這樣的時候 當然沒有 但是當我發現 原來其他小朋友 不是這樣的時候 就開始就真的有了 因為去到 小學的時期都還好的 但是去到中學的時候 開始轉換了一個新的環境 當時也有嘗試跟身邊的同學分享 但是當時他們的目光 可能都是不相信 或者很怪異 差異的目光 那這一段時間 對我來說都是 很難受的一段時間 但是我很感恩的是 我自己的信仰 告訴我 是我的使命 我在這裡 學習如何跟其他同齡的人相處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 當然自己有自己的恐懼 也有自己的情緒在這裡 但是也很感恩這段時間 令我更加懂得 怎樣跟別人溝通 因為我經常覺得 我有一個能力 但是我不可以跟別人溝通 那段時間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學會怎樣 去跟別人溝通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女巫究竟還有些什麼工作 因為以我的理解 女巫好像都是會去 修復一些邪靈 但是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女巫的工作範圍 還包括什麼呢 其實女巫是一個身份 一個名稱 就算是中式有導師 有不同的身份的東西 其實女巫有分很多不同的種類 也有很多不同的範疇可以分為 像剛才你也說到 就是一些可能靈體的 靈體處理或者一些驅軌 這些是我們一部份的東西 當然其實要看回當事人 像我這樣 我自己想選擇做什麼 或者是其他女巫他們會選擇做什麼 因為每個女巫都有自己厲害的地方 就算我們是女巫也好 可能有些女巫會比較厲害去 去招星解明本的東西 有些女巫可能是比較厲害去一些 驅軌的東西 好像我自己這樣 我自己的專長一定是通靈 通靈和和花花草草去去溝通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很擅長去和草藥 食物去進行溝通 還有我會運用它們的能量 去幫助我去達成一些目的 例如我會將它變成一些魔法油 去浸泡成一些魔法油 去給我的效果這樣去用 令到每一樣東西都是一個能量 用到花花草草的能量去改善我們自己 改善空間 改善各方面的能量 為什麼你突然之間會參加通靈之王的節目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過往的時候 我已經不斷表現自己的東西 但是我很想可以將 因為其實在我一個前世紀裡面 其實當時在獵巫時代 我都是一個女巫的身份 當時我都是用著我的草藥去治好多的任務 可能身體上或者等等的東西 但是當時在那個社會之下 我被標籤做一些邪惡的人 而最後我是被吊一個木櫥上面燒死的 一個這樣的經驗 是的 當時其實我自己是發了一個誓 我臨死之前 我跟自己說 既然你們這樣去看我的時候 我更加要告訴這個世界聽 究竟我在做的是什麼 我想讓世界看到 究竟我是 即是讓大家去看到 究竟我這個角色 究竟在做什麼 我是在幫人 亦都是因為這個誓言 我想令到今世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當時其實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我收到一個訊息 當時就問 你有沒有興趣參加一些比賽呢 就好像《星夢傳奇》一樣 我便問為何無端 有過什麼節目來找我 我又不懂唱歌 然後我就說我想了解更多 你再說更多的資訊給我知道 他就說到 就是《通明之王》這個節目 其實當時我都懷疑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究竟我要不要去拿這個危險呢 當然有利一定有弊的 當時你都會想 其實自己是不是要去走到這個舞台之上 還是自己是不是要去到一個這麼出名的階段 當時我去問回我的主神 去問回我的生命 他說你去吧 你怕什麼 你有能力的 你是時候要做的了 你自己記得 你答應過自己的什麼 當時聽完這些之後 自己都想了很多 我覺得都是時候的了 機會是留給一個有準備的人 就答應了參與這個比賽之中 我記得有一集很深刻的就是 有一個環節 我記得是你要在幾個地方 好像是四個商店裡面感受感受 那個嘉賓 但是你是不舒服的 你是吵架 但是其實是為什麼呢 是你感受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令到你身體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那一天已經去到比賽的十強 那一天其實去比賽之前 我在自己家裡 我的感覺 我今天很不想去 我聽到發聲 就跟我說 就算你今天輸了比賽也不要緊 但是你要保護好自己 去的過程中其實也有很多障礙 不斷塞車 不斷不斷 有一個意見 我很不想 去到比賽場地的時候 因為拍攝大家都知道 其實都要等很久的時間 大家吃好所有的東西 那這段時間 我拿出個叉雞飯來吃 對啦 吃了第一口 我已經是馬上吐出來 因為其實那一天 我都是完全沒有吃過東西 但是其實還沒開機之前 我已經在那個場地 已經吐了五、六次了 已經在那個場地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感受到 是很不對勁的一件事 那我就問一些PA 其實今天 因為場地沒有改變 工作人員都沒有改變 那我就問他 其實今天來的環節 是不是會有些新的嘉賓 會來到我們的場地 那裡有說到 其實是的 來的環節 都是主要環二處一位嘉賓 那當時其實我心裡 已經很清楚 這位嘉賓 他一定是帶出一些 很有害 很坎負的能量 在他身邊的 那當我真的去到那個環節的時候 我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那個環境 我不是一個很適合的場地 去進行通靈 那當時我就想去 嘗試捉起這個結界 但是這個結界 其實都是不成功被捉起的 那我是很明顯感受到 不斷是有個紅色衫的女人 是在我身邊 不斷撞我 不斷跟我說 你不可以幫這個男人 就算你今天 你做什麼都好 你不可以幫他 如果你們有選擇去幫他的話 我會不斷騷擾你們 我原來是這樣 哇 我突然間立刻起雞皮 起雞皮 因為節目裡面 沒有說到 那麼細節的 是 是 因為這個我想 展出當然會嚇到觀眾 是 因為其實是 那當時那位嘉賓 其實他是真的 他附了一個靈體 一個靈體不斷跟著他 而這個靈體 其實是他上世的一個妻子 而他在上世 他都 我想對他的妻子 和對他們的女兒 是做了一些很過分的事情 而令到他今世 可能他的身體很差 但是去到今世的狀況的時候 他自己都有很多事情 仍然未肯去處理和面對 所以令到對方 都不願意放下這個仇恨 去投胎 要一直在他身邊害他 去騷擾他 靈體 其實有沒有說靈體究竟是什麼樣子 因為這個 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就是你會不會說 看到靈體都是差不多一樣 有什麼特性 還是他們是半透明之類的 其實靈體是什麼樣子 我經常都說靈體跟人一樣 但是分別是什麼呢 只不過是他沒有了驅殼的能量體 所以其實 我們本身人裡面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我們人過了身之後 我們的肉體沒有了 那我們就還原了基本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說靈體是什麼樣子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因為他們已經是一個能量體 沒有驅殼的時候 可以自由變滿 但是基本上 其實他跟我們人的形態是很相似的 因為其實他們本身在身的時候 是這樣的樣子的時候 他們本身都是會移回這個樣子 去成為自己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什麼呢 例如靈體發怒的時候 他們的五官會開始變得扭曲的 因為那個能量的問題 一個能量體很生氣 很激動的時候 就會扭曲到它 就像Pitassel那些畫作一樣 他們有沒有什麼語言 其實他們會說回他們生前的語言 還是他們有些靈體自己溝通的一種語言 其實他們通常都會說回自己在身的語言 但是跟靈體溝通我們會多一點心電感應 所以有時候不只是靠語言 不像我跟你說話一樣 是我跟你不用說話 我去感受它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優勝 所以如果真的跟人們溝通說話的話 他們會用回他們在身前的上用語言 但是其實基本上 就算有一個是英國的女貴 我可不可以跟她溝通到 其實也是可以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跟她也是有一個心電感應 去這樣溝通的 我真的是更加高一個層級 平時我們人 煩人就是我們自己的靈體 到靈體其實是有一種感應 心靈的感應 不過這個對人也是做到這件事的 其實好像有些我們語言不通的人 我們可能靠著我們的動作 或者一些肢體語言 我們都可以溝通到 其實這個概念是有點像這一樣的形式 日常生活裡面 假如你逛街吃飯 和朋友一起的 那你是不是不斷都有這些感應能力 還是是不是一定要是突然之間 我要feel你我才會這樣做 那你和我聊天的時候 你會不會就這樣無奇地 會看到我的東西 或者你不想看到我的 我的能量之類的東西 其實這樣說 我的能力我最強的是什麼 我的共感 共感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深同感受到 同一時間發生 就是你自己的情緒 你自己那方面的懂事 某程度上這件事 如果我要我出街 其實我是搭不到公共交通工具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是變了一個 某程度上一個被動式的技能 其實因為它看到我太敏感了 我就可能地鐵這樣 有十個人 我會不斷有很多信息這樣湧過來 但是如果我要去專門 好像你是我的客戶這樣 我要專門去幫你去看的 會仔細很多 因為其實在平時的時候 我都會讓到自己 壓驗不去接收這麼多的信息 但是如果我自己 其實已經開了這件事的時候 我很難說不接收就不接收 那怎麼都會有一些信息 是來到我的身邊 但是如果我知道 我今天可能是幫你去看一些事情 或者解決某些問題 那我就會把焦點放在你 那程度上 是我shut down了我自己的 energy 讓到你可以完全轉入我的時候 我會感受到你自己各方面的靈魂狀態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一些比較特別 或者可怕的一些經歷 這個是一個我在兩年前處理的個案 當時是一個我朋友的朋友 介紹了一個男生 其實當時他來到 他問的問題都是一些事業上的問題 但是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身上在手臂這個位置 有一個飛蛾的紋身 我看到這個紋身很痛苦 我看到很多是他很痛苦的能量 不斷由這個紋身散發出來 而紋身上有三寸羅馬的數字 當時他問完事業的事情 我第一句我跟他說 你不要再說你爸爸 為何你要把這麼痛苦的東西放在你身上 然後他就開始自己說 原來這個飛蛾 我對他來說 代表著的是他脫變 以上三個的日子 是一些他人生中最痛苦的經歷的人 當時他都說到這裡 其實我是很想去幫他處理這個問題 我跟他談了很多 關於他自己的內心的創傷等等的事情 那天其實他走了 然後到他樓下的時候 他的朋友打上來給我 他跟我說 喂喂啊 他突然在街上暈倒了 然後他暈倒了之後 突然醒一醒 他就笑著說了很多很 evil 的事情 說怎樣毀滅的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他再暈倒了 再醒來的時候 他又說到自己很愛的世界等等的事情 他的朋友都可能 當一刻他的朋友很擔心 是不是他鬼上身呢 或者是否一些 被靈體騷擾的狀況呢 之後因為那天其實都很晚的時間 我之後過了幾天之後 我再去見到這個男生 我發現其實他自己 他分裂了很多個自己出來 因為其實他的精神狀態 他承受不了這件事 在我的概念裡說 他是一個被心魔蠶食了的人 因為他容忍自己的一些 一些誤可的想法 或者容忍自己心裡面 一些關於黑暗的想法 不斷去侵蝕自己 去掌控了他自己 而他自己的自我保護機制下 他分裂了很多個自己出來 令到他不斷在這些自己上面 很掙扎很掙扎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自己不願意去面對 到他找我那天 我坐下了 我跟他每一個分裂了的靈魂溝通 他是把自己斬成十六百度 然後我跟他每一個都停留在年齡層裡面 六歲的他 十歲的他 十二歲的他 十八歲的他 我坐下 每一個年齡層的階段 他分裂了他的溝通 當時 其實是很恐怖的 他是全身出了冷汗 他不斷哭 不斷跑跑 他那個狀態 真的跟鬼上身的狀況很相似 但是我很知道的是 每一個都是他自己 每一個轉變都是他自己 然後我跟他不斷溝通 不斷去拆解他在每個年齡層遇到的事情 那天其實他很好 但是到之後 他打來跟我說 他說他釋放了他自己出來 他可以自己這樣 最後這個男生很可惜的是 他完全被自己的東西蠶食了 這是因為他不想好好控制他內裡的東西 而由得自己去給自己的心魔蠶食 這個也是一個我在這麼多年來 很深刻的一個個案 因為我自己今世的事命 我的主神是希臘神話裏面的希特斯 他給我的事命是去促神我 去幫助人面對他們的陰暗面 去解決心魔的問題 這是一個我很親眼看著一個 他怎樣有一個 真是一個很聰明的男生 而且在我認識各方面其實都很好 怎樣有一個這樣的 男生慢慢地一步一步 被他自己的心魔蠶食了 因為他自己不願意去拯救自己 不願意在裡面出來 這個是這麼多年來 我自己一個很深刻 我覺得是很恐怖的一個個案 因為比起鬼 靈體處理其實不恐怖 對我來說 因為我一向處理靈體的方法 我跟他們談談所和解 為何要留在世界 可能跟著某些人 是因為有執命還沒放下 解決了其實自然自己就會願意離開 但在剛才那個狀況 是他讓自己陷入了這個地步 所以這個也是 在這裏都跟大家一個分享 就是我們人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有我們 黑色的有我們心魔的東西 如果我們有得它的時候 比起鬼上身更加可怕 通靈之王之後 你當然是人氣突出聲 那在之前和之後 你感覺怎樣 即是你現在出街了 在公共場所 是不是當人認識了你 或者你之後 你這條路想著怎樣去走呢 其實 老實說 在我現在做的事裡面 都是我很想做的事 比起一個職業或者行業 更加來說 是我的身份 我在通靈之王之前 其實都一直很努力地去經營自己 想帶給世界的這件事 直到通靈之王之後 有很多的這些機會 是很感恩 包括可能一些 因為我自己個人都貪玩的 除了在一個女模的身份之外 我自己都是一個貪玩的人 我都會想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當然也多了很多一些演藝圈的機會 等等 拍攝的機會 這些對我來說 還有我也是一個貪美的女生 所以 雖然在一個女模的身份很有趣 但同時我的人都會有趣 有很多自己貪玩的東西 所以多了很多這些機會 其實自己都很想去嘗試 因為 當然 我很清晰的 我自己本身一定是 我自己 這個方面去發展 我要繼續把我的東西 帶給這個世界 但同時 我也很感恩 多了這些很多好玩的機會 令到我見識多了很多這個世界 我當然很希望未來的東西 我自己的店 我自己經營著這裡的東西 我會繼續幫到更加多的人 也很希望 因為拍攝不同的節目 對我來說是一件很新奇 很有趣的事情 而我也很享受在這個舞台上 也希望會多些不同的 一些拍攝的機會 都是對我來說很好玩的東西 有沒有說 找另一半的時候 另一半也是要懂得這些毛術 還是平凡人 都可以 有沒有找到一些藍毛 我也想知道 有沒有藍毛這件事 我們也聽過 跳舞的那些藍團 有沒有藍毛的 其實真的 你有沒有認識一些藍毛 其實在香港說藍毛 我就沒有認識 但在外國其實是很多的 因為Wish這個字 其實是中文的翻譯才變成女毛 其實是說一些毛絲的東西 所以藍毛和女毛都是很多的 是平等的 然後我自己找女朋友的時候 有沒有刻意去找呢 我又沒有 因為我覺得 不過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沒有刻意去做 但是我發現 我吸引到的一些異性 或者是朋友 多多少少都會有這方面的能力 就是有些都是陰陽眼 有些會感應到能量 所以我自己沒有刻意去做 但是因為這個人是什麼 頻率的時候 你都會吸引什麼頻率的人 所以其實多多少少生活 無論我的社交圈子 還是認識的不同的人 我都會發現 多多少少不少這些人 在我身邊出現 是的 其實你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算獨修 這些毛術 其實跟這個很傳統 是不是都有一些學院派的女毛 其實有的 因為在外國 尤其是你們在美國那邊 都有很多一些 武術的學院 那些就比較是學院派的形式 一級一級去讀上去 不過其實 老實說 在武術的世界 變好 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就算可能講現在 一些武術學院 都是可能創院的院長 他們去把自己 筆生所有的東西 去制定一個課程 慢慢一步步地讀上去 所以是搞的 我自己身邊都有一些 真的有武術學院畢業 大祭司身份畢業的一些朋友 那我自己就屬於一個讀修派的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 喜歡去創造自己的東西的人 去創造自己的東西 其實一個我自己 一個小小的理想 其實我都會很希望 如果有一天 不要說去到自己的武術學院 我希望我自己來創造的這些東西 我自己修煉回來的這些肌肉 我是希望可以去傳遞到 給一些我覺得值得的人 其實武術有很多東西 都沒有大家想像到這麼神秘 很多時候其實是 因為其實是 在武術學院的方式 我理解過的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很做人的基本 武術根本的概念 就是跟大自然去合作和運作 所以其實在武術學院裡面 說到的東西 都是怎樣去運用你的人 怎樣可以一些呼吸 一些氣的練習 去讓自己去和大自然去吻合 但是老實說的是 我剛才有說到 就算是女武 也有很多不同的一個派別的女武 有一些能力 如果與生俱來沒有的 其實就真的不會說 一個修煉的情況下 可以修煉到回來 但是如果自己是擁有這個心 所以想修煉這個女武 即不需要拿這個女武 女武武術的身份去定義自己 最重要是在修煉的過程裡面 這個都是 我不需要承認 但是我都必須要說的是 是有天賦這一點的 的確是 那譬如說你自己會不會看到自己的未來 或者你自己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對於自己方面 你感應到其他人 那對於自己呢 其實我們剛才來做人之前 我們選了今世的大劇本 就好像算命那樣 或者一些名判那樣 可能會告訴你 你哪幾年會發生什麼事 但不一定的 我看到的是什麼 概念我這次多元宇宙 我會看到這個大劇本 之中 ABCD 每一個發生的可能性 那當然 我們做人有得選的是什麼呢 從這些ABCD裡面 去選擇我們怎樣走 就算大崗崖一樣 我們可以選擇的是 我們在這條路上 唱開心的歌 不開心的歌 還是怎樣去走 這是我們可以選擇的東西 所以在我自己 我會看到一些 我自己關於我未來的東西 更加多的是 告訴我我應該要怎樣選擇 我會防止到 如果我走A這條路 可能大崗也是這樣 但是會引發什麼 其他東西出來 走B又會怎樣怎樣 這些是我會看到自己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 這個都是人仍然有恥有意志 就算我知道自己的市民是怎樣都好 我也慶幸的是我看到 而我還可以在裡面做出選擇 我們都很想知道 譬如隔著螢幕 你們會不會看到其他人的氣場 好的東西和不好的東西 還是要親身 還是親身見到面你才知道 親身見到面的感覺和網上 是會有一點點分別的 但是其實看到 因為相機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其實相機剛剛發明那個年代 中國人會說是攝雲機 其實我們相機這件事 到現在都沒有人解釋到 但是是可以掌握到當事人的能量 但是在那一刻的能量 如果可能你找我 你傳回十年前的照片給我 我會看到的是你十年前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的客戶可能是一些遙距的 或者是遠距離找我 我也有很多這些網上的服務 我會要求她拍一張你即時的照片給我 因為是最最近去接近你能量的狀況 她可以記錄到你那一刻的狀況是怎樣 如果你發生在十年前的 我的時刻只是去到你十年前 但是如果你發出最最近的照片給我的時候 那個時刻是在說你之前那十年的事 我都會知道 最後問一問你了 有什麼想和我們紐約的朋友說一下 特別的說話想和我們說一下呢 我們有什麼和紐約的朋友說一下 我們可以抽牌看看 可以有什麼和紐約的朋友鎮言兩句 好的 好的 好 那就是紐約的朋友的一些說話 好 這樣也可以的 可以嗎 可以 沒有問題 只是一些提示來的 還有多一下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拍一些選擇的片段 其實是和觀眾的一些聯合 就是一個日常提示 這樣 好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朋友聽著 我現在在洗牌 然後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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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o 好 好 就算現在的日子有多難走也好 我們都可以走下去 要知道的是有很多事情過了 我們是時候要放下了 我們很多時候 只要我們學懂得 或是一個適當的書士 或是出來的時候 不妨去看海對著海大鞋 就算是我的身份 我也是會這樣去做 要發洩情緒的時候 這些事情不會羞恥的 這些是我們人正常的一個發洩的渠道 所以這些方法 希望可以幫到這個朋友 去舒適自己的東西 這絕對是一個新的開始 謝謝呂毛 今天抽到時間來跟我們見面 希望真的找些時間 和希望有些合作 無論怎樣也好 有機會如果你真的來到紐約的話 工作也好 娛樂也好 聯絡我們 盡量對折之宜 來我們電台 做這個實體的訪問也都可以 有幸運 好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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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